大家好,我是瑞姐,这里是北京石刹海的浅海 一眼望去,岸边的垂柳,水中的荷花,湖中的游船,还有亭台水泻 衬托着北京内城这一片清澈而古老的水域 从清代起,石刹海就是游乐萧夏的地方 为燕京圣景之一,被誉为北方的水乡 周围分布着不少古建筑,如公王府,庆王府,韬贝勒府,纯亲王府,郭摩若故居,府人大学等 后来随着游客的增多,这里逐渐出现了一些小吃店和酒吧 成了京城的一条文化街 我们眼前的这一座建筑,取名会贤堂 远远的就能听到快板声 目前是一家酒吧,里边有相声表演 门口有人在揽客,一边打着快板,一边吆喝 上方悬挂的门额,慧贤堂三个字 提携者是爱新觉罗普任 普任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同父异母的弟弟 排行老四,人称任四爷 是大清王朝最后的王爷 那么这慧贤堂它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资料显示,慧贤堂始创于1875年 原来是清光绪年间一位叫宾如的礼部侍郎的私底 光绪16年,一位山东人买下宾如的私宅 并将自己的饭馆搬到前海北院 取名慧贤堂饭庄 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 主营卤菜 由于它地处风景秀丽的时差海 周围汇集了多个王府 再加上房屋比较宽敞 饭菜又可口 里边还有戏台,可以看戏 所以很快就吸引了很多王公贵族和社会名流 被称为京城八大堂之首 随着岁月变迁 慧贤堂荣光不在 后来一位姚姓收藏家 盯上了慧贤堂 他决定收藏这家百年老店 让他重获新生 于是他在老慧贤堂东侧买下一块地 建起了新的慧贤堂饭庄 为了融入后海的现代氛围 将饭庄改成了现在的酒吧 而且还引入了相声团队助演 现在在门口揽客的就是一位相声演员 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相声大会 三十一位相声大会 您好 您能介绍一下这个相声团体吗 介绍一下这个相声团体 您的团体好啊 能介绍啊 您说一下 我们这个团体您问叫什么名字 对啊 我们这个团体叫笑棍将 笑棍将 对 嗯 就是在搞笑的路上 事业当中能立得住棍儿的 像将军一样八面微风的团体 笑棍将 哎呦太棒了 介绍的 啊没有 您就是说相声的 对啊 相声大会三十一位 这个慧贤堂它的来历您介绍一下 慧贤堂的来历要说 说三天说不完 嗯 但是咱们现在这个时间有限 我跟你说 一分钟说明白 有那么一个清朝末年 有一个故宫里边的太监总管 知道吗 李连英 哎为什么都说李连英 慧贤堂是想当初 李连英在这吃完最后一顿饭 出门往这边走 到银定墙 但是被人给干掉 脑袋都砍了 哦 就在这里 对 吃完了最后一顿饭 我们这个位置特别老 注意你要照那两棵树 注意 看到了 两棵槐树 嗯 看那个槐树 嗯 看到了 然后 应该有上百年的历史了 北京市园林局的 来 来你看 注意看 110 哦 110就是北京 北京的 102 身份证号 哎对 就是北京人的身份证号 102就是西城区的 啊 就代表这棵树是北京的西城区的古树 160年 哎 二级古树 嗯 所以呢 你说这地方有没有多么高深的历史 从这里往西 还有不少古树 百年老店 百年老店惠贤堂的旧址就在新惠贤堂的西林 惠贤堂原有的建筑面积大约就1800平方米 原有平房一百多间 院子最南边临街的一排是砖木结构的两层楼 从二楼可以远眺时插海 原来在大门上方刻着慧贤堂三个字 外墙还有魔砖刻花 显得古朴典雅 大门的门簪上还刻着群贤壁质四个字 既然是王公贵族社会名流光顾之地 自然也就成了一些历史故事的发生地 相传清末大太监李连英一生中的最后一顿饭 就是在这吃的 我们知道李连英深得慈禧太后的宠信 可以说权清朝野 1908年慈禧太后去世 李连英的靠山倒了 他出宫以后住在棉花胡同自己的家里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仇人变天下 所以很少出门 有一天他突然收到 袁世凯的亲信江朝宗下的一份情帖 邀请他到石刹海的慧贤堂赴宴 起初李连英并不想去 可是考虑到江朝宗正当权 不敢得罪 据说李连英出宫之后 龙玉太后要抄他的家 请江朝宗帮忙说情 龙玉太后看在袁世凯的面上 才让李连英逃过一劫 看在恩人的情分上 李连英准时到达了慧贤堂 酒足饭饱之后 李连英出门左转 让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刚走了几百米 到达后海附近 竟然遭人暗算 身手分家 他的家人 左等右等不回来 就派人寻找 直到天蒙蒙亮时 才找到了人头 但是身躯始终没有找到 李连英的家人商量 这事不能公开 对外声称病逝 据说上世纪六十年代 李连英的坟墓被打开 里边只有头和长长的辫子 没有深 关于李连英的死因 众说纷纭 这只是其中的一种说法 如今的慧贤堂 被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近几十年 曾作为某高校的教职公宿舍 现在已基本腾腿完毕 将来修山后 会不会对外开放呢 我们拭目以待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关注支持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见